這段內容主要先來介紹一下 功能表列跟工具列 然後在上面這裡 從檔案編輯 檢視這裡就是所謂的功能表列 那在每一個功能表的抬頭上面 按一下就會有下拉式的各種功能表 那另外旁邊這一些有圖案的 就是所謂的功具列 它也是個每一個圖案就是一個單一的功能指令 然後這兩者功能表列跟功具列的對應狀況是說 這每一個圖案的功能 在功能表列的下拉 menu裡面就是說這個功能表裡面就有單項的都有同一個可以使用的指令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每一個要使用的功能揮圖之前或是編輯之前 都可以從下拉式功能選擇你要的功能來使用 或是從工具按鈕這裡工具列的工具按鈕去選擇 它就會達到同樣的做圖案 它就會達到同樣的做圖方式 同一個功能指令 好那另外 另外我們再看看上面這個功能表列 你再往打開它的下拉式功能工具列 的時候 功能選項 其實你注意看它有的選項 它右邊就會有一個英文字 像繪圖 它這裡也會右邊有一個英文字 那像這些英文字 就是所謂的快捷按鈕 你用快捷按鈕可以透過鍵盤來選取指令 所以結論是我們要選擇一個指令有三種方式 一個通過快捷按鈕透過鍵盤 第二個透過工具列的圖案 第三個透過功能表的下拉功能選項 好 你比如我們這樣看 在工具按鈕這裡的這一個箭頭 它是一個選取的功能 選取就是說比如你要按下去選擇一個群組 或是另外一個群組或是元件 那它你先選取它再去進行其他的動作 那你看這裡有沒有我們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凹下去跟電燈那個開關一樣 比如按這個就換別的 按另外一個指令 它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功能按下去 剛剛那個就跳起來 它一次只能開啟一個功能 原則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注意看 在工具列的工具按鈕這裡 你如果在每一個圖案上面稍微停頓個一秒到兩秒 它就會出現這個工具是要做什麼功能 或是要廢製什麼的動作 動作什麼圖形的動作 像每一個都會有給你一個提示 很短的提示的說明 然後再來就是 好我們再看看 比如我們剛剛不是說這個箭頭是選取功能嗎 好我們看一下工具裡面 這裡就有這個群組 選取橡皮擦跟顏料槽是一組 然後移動旋轉跟比例是一組 就跟左邊的這個一樣 這有選取 顏料槽跟橡皮擦三個是一組功能 所以我們試看看 比如我們現在要選橡皮擦 這個長得像橡皮擦這個 我就按 在離開功能表列的時候按1 好你看有沒有 這邊的 按鈕就變拋下去了 好我們再看看畫線 這個畫直線的一支鉛筆 這個是畫直線 那畫直線的功能 我們再看看它是所繪圖的動作 所以就是在這個功能表列裡面 直線是打L 岩虎是打A 那我很快就打L 就可以看到這個 那你就可以開始畫一些直線的東西 或是打L 它就可以畫一個能虎的 打L 有的時候它的快捷鍵會出狀況 岩繪圖的A 應該是L還是直線虎 打A 有沒有 它就是會變化圓果 好啊我們在 選取的話 工具選取的話 就是 空白 空白 你可以選 可以選 可以選 把它移取 或是選它 或是來長出一個高度 好 這是一個基本的說明 工具列跟工具按鈕的說明 至於每一個工具是要做什麼用途 我們等一下再來說明 那另外還有一個在 就是說我們在說明一下 比如像在檢視 所有這些工具列 就是說我們不是有所謂工具列嗎 那工具列當有圖案 那它就是一塊一塊的群組 就是從檢視的工具列這裡來打開 那我們可以這樣看 比如今天我們把我們買這個移出來 然後這個是屬於大型工具列 比如我們把它拉長也可以 你看大工具體有沒有 這裡有寫 好 大工具體如果把這個 右上角這個打叉把它按掉 它就不見了 那不見的時候不要 不要覺得 哇 我的工具列頭不見了 那就是從檢視工具列這裡 把大工具體打開 然後可以隨時去拖拉 看你是要一層或兩層 像原來是兩層 好 這是一個 那你可以去檢查一下 你有哪些工具列打勾就是開啟的 哪些沒有打勾就是關閉的 那你可以試看你最常用 你慢慢累積一陣子之後 你會把固定常用的工具列打開 不常用的去先關掉 要用以後再開 那在這種狀況 如果你一次 有曾經這樣把位置 比如像這個位置都可以磨動 然後你都排正確了之後 排成你習慣的用法的位置 以後你最好是檢視的地方 工具列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儲存工具列位置 一個是恢復工具列位置 那像我以前曾經儲存過 所以我只要你按 我曾經儲存過 我按 恢復工具列 它就會恢復我民主的狀態 我自己擺設的狀態 那你如果沒有儲存過 你最好就擺好了以後 去儲存一次 那下次如果你還有新增工具列進來 或是移除某一個加入某一個工具列 都可以再重新去重新儲存一次 那你只要去按恢復工具列 它就會恢復你最後儲存的那一次的結果 這是一個工具列是從這邊打開 那另外SketchUp整體環境的設定 有兩個位置需要注意 就是說你要打開它 比如你的單位啊 你檔案儲存的位置啊 檔案儲存格式啊 尺寸線標註的方式 那都是屬於一些格式設定的東西 或是你的操作環境的介面設定 好 那有兩個地方是在做這個動作的 第一個第一個就是在 視窗裡面有一個所謂偏好設定 它不像一般軟體是放在編輯裡面 它是放在視窗裡面 因為它打開以後會是一個小視窗 像這個就是小視窗 它有一個抬頭就叫做偏好系統設定 所以這個視窗就是偏好系統的設定視窗 好 在這裡可以看到幾個選項 環境的設定 就是說第一個 OpenGL 這一個東西是在指你的顯示卡有沒有加速的功能 那如果有你就可以打勾幾個顯像 那你如果在操作或是畫圖的過程 覺得你有一些線條會變虛性或不見了 你就嘗試著去調整不同的狀態 把有的打勾比如快速回應取消 或是硬體加速取消看看會不會比較順暢 那如果打勾會還蠻順暢 那就不要去把這個打勾取消 因為這樣它速度就會比較好 第二個系統設定的部分就是一般 像一般的部分 比如像一般的設定就是設定儲存的時候多久時間 比如這個是每五分鐘建議一次自動輔存 就不會讓你的電腦畫的圖被狗吃掉 大概是這樣子 那檢查模型的問題就是說 你每開一張舊圖的時候 它如果發現模型比如線條的問題 或是面的正反面的問題 它是可以選擇自動檢查 那你如果把發現問題自動修正 打勾它就會自己把它修正到正確的狀態 好那第三個就是像場景和樣式 場景的話這個最主要就是在設定一些你固定的畫面 然後另外一個場景可以作為你將來動畫使用的一個連接的不同畫面 所以然後樣式的部分就是說在表現你這一張圖 到底是要用什麼樣的線條或是什麼樣的接頭 或是什麼樣的立面或是有沒有透明的狀態去表現 那這個就是在建立場景的時候 產生一個警告樣式變化通知你 讓你決定要不要做這個變化 打勾就是要取消就是不要 它就自動建立場景 那第四個就是軟體 你如果是原版的軟體 你就打勾自動檢查更新 那有新版本它就會通知你去更新 好 那第三個設定是屬於工作區 那工作區一般它 那新軟體安裝網它都會用使用大工具按鈕 那如果你的電腦畫面螢幕螢幕你的Monitor 如果是比較小 會覺得那個大的工具按鈕太佔據地方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打勾取消 像我現在就是把打勾取消 那工作區的話就是剛剛包括這些工具列啦什麼 或是工作區的範圍啦是畫面啦把它設回預設值 你才會動到這個 一般不太會去用到這個重設工作區 那第四個是快速鍵 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有一些比如選取按一個A 或是按空白鍵 然後畫線按L 畫弧形用 直接按A就可以做 就是在這裡設定 你可以自己指派快速鍵 你最常用的習慣 你就可以指派一些快速鍵 那它就是利用拿 然後以指派是什麼 組合 你可以用組合鍵或單一鍵來設 那如果設到後來亂掉 你就是用全部成色的話 它就可以恢復預設的狀態 那上面這個篩選區是在指 你要用 你今天要很快知道哪一個指令是用哪一個快速鍵 你可以在這裡打關鍵字 比如畫線 比如我們打畫線 它就有一些功績 它就有一些功績是關於直線 有沒有 就是廢圖R 然後 從廢圖功績率按Ctrl加R 然後進入直線打L 或是直接打L 就可以變 變成很快的 一個快速鍵就可以找到怎麼打 然後第四個 相容性的檢查 這裡一般也很少會動到 除非你很進階 比如元件群組 利用反白來顯示 鼠邊框用反白顯示 或是滑鼠滾輪 你是順轉或逆轉 你比較習慣的 都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設定 那第六個 就是所謂你每次開圖進來的時候 會用哪一張標準的一個 換本 那這個換本 你可以 從開心圖來 然後建立一個 把單位設定好 像這邊的系統平常設定 都設定好 然後把它的單位也設定好 單位我們等一下會在另一個 環境設定的地方去設定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系統平常設定是其中一個 那換本你只要選擇好 下一次每一次開圖進來 就是會這個換本 比如好 我們假設這一次用簡單 它內定的音質的換本 那我們再試試看看檔案 新增的話 然後不要組成 有沒有 就算你開別的圖 都一直開 它 還是會這一張 除非我換本下一次 透過視窗的偏好設定 視窗 我把換本 換成另外一個 那我檔案開新層的時候 它就會建立一個 檔案 新增檔案 然後不要儲存 它就會用新的換本 下次你還是這個換本 那換本有什麼好處 比如換本 我們如果把視窗裡面的圖層 圖層這個 視窗 它也是一個視窗 有沒有 剛剛這裡有一個圖層 對不對 視窗我們把圖層 點一下它要打開 或是我這裡打擦把它先關掉 視窗都全部關掉 視窗裡面有所謂圖層 你可以這裡把圖層先都新增好 就是說你在畫3D 你可以設一個模板 你都是在畫某一類3D 你家具 你這個圖層是家具的 常用的 先設好 然後存存換本 或是 我是畫見證的 有123樓 123樓 有底層 先把它建好 然後圖層換本 下一次你進來就不必在那裡 老是增加新的圖層 好 這是一個 我們再打視窗 圖層也是一個視窗的作業環境 所以視窗裡面有很多環境 是開啟它的視窗來作業的 比如材料可以從這邊開啟 然後在材料這個 材料視窗的標題欄 你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縮放最小 然後圓件 圓件就是所謂的圓件把它縮小 然後就可以跟材料做一個 就可以連在一起 那你只要在 它的 這個 視窗的工具 這個說明藍這裡 就是說它到底是什麼 視窗的這個藍位 名稱藍位 對 點一下就可以再開啟 好 樣式 樣式是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是指貸 線條的樣式啊 背景地面天空的樣式啊 或是接點的樣式啊 這個比較深入再來說 好 接下來有塗層 你可以選擇你要開多少個這個東西 要把它打開 那像比如材料 我們這裡不只有材料 我們今天把材料關掉 它還可以從另外一個地方開啟 就是說 從剛剛的指令按鈕這裡的營料 好 點一下 材料今天會再打開 有的時候會在很多地方就可以開啟這些 視窗 小視窗 那視窗就會有它到底是什麼功能的設定的一個視窗標題啦 好 剛剛講還是偏好回到偏好設定 剛剛講完換本 啊還有換本的好處 接下來應用程式是指譬如預設圖像編輯器 它如果沒有選 它會用內定的看相片的程式 當然比如你可以選ACDC啊 或是選Photoshop 那就可以進入Photoshop去編輯你這樣一個圖像 那這裡是要編輯哪一個圖像 比如你的材質 你有一張材質比如要轉個90度 你就開啟它然後轉90度 應存就可以 它就會新增一個角度的材質 那這一個是指檔案 你所有檔案的位置 在Sketchup的資料夾結構裡面 包括了模型的 原件你要儲存的時候會放到哪裡 就是在這裡設定 或是要插入進來也是在這裡找 第二個原件就是零準件的部分 比如桌子椅子啊茶杯啊電視螢幕都是齁 或是你自己做的一個圖 或是一棟建築的都是一個可以做成一個原件 那它就是固定你自己做的你在存的時候穿這個放在庫裡 材質就是你的單獨的材料庫 當然你如果在放在別的地方你要做材料庫 你就可以選擇旁邊這一個資料夾把它打開 然後去選擇你要放的位置 那這裡可以自己設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放好了那將來這裡就是你自己的資料庫 它就不會隨著你Sketchup移除的時候 把一些資料庫你不曉得放在哪裡你就移除掉了 雖然Sketchup基本上你移除它的層次 它的資料庫會幫你保留 可是因為你不知道它放在哪裡 那這個等一下也會稍微停一下 那這個擴充套件就是說Sketchup現在有很多人在為它寫一些所謂的外掛程式 比如可以用參數輸入一些長寬高的東西 然後來建立一座快速的樓梯 或是利用一個弧形的圓圈線來建立一個弧形的欄杆 或是弧形的花窗 它有一些 它或是比如像這裡有Vray它就是一種彩光線的或材質的最後的彩線成 比如霓增畫面像相片一般真實的一個彩線的一個軟體都有一個外掛 有很多外掛這個可以慢慢去增加出來加進來它這裡是打勾就是開啟那個外掛來用 那因為比如我彩線要畫到一個階段我可能就先把這個工具列給你看 像上面這個就是Vray的工具列給我打勾取消 它要重新啟動Sketchout它就不會被載入 那最後一個就是廢圖環境你設定你點選的時候是要什麼習慣 這個是看每一個人的習慣 然後你到底要不要顯示畫圖使用時去做標 然後推拉工具預先選舉這個 不懂的時候就照這樣設定就好 然後慢慢去試也放在去試 好這個是Sketchup設定的一個部分 系統部分的偏好設定指硬體系統為主的部分 好 那它還有一個環境設定的部分是放在檢視工具列有一個動畫 因為動畫它跟你的地理位置啦 跟你的單位啦 跟你的尺寸雕塑通可能會比較有關係 所以它是屬於畫面的關係 好這裡動畫也有一個設定 它是指模型之性 只針對你這一張圖的 或是畫圖的模型環部的一個設定 像你如果在這裡有所謂圓件的設定 要不要讓它比較亮或比較淡 一般我這個都用預設值 那軸線要不要出現 這些軸線有的時候 要不要出現 這裡如果要讓它出現 因為圓件的 有一個軸線的圓點 它跟這個畫圖這個圓點不一樣 你如果建立一個圓件 比如我們簡單做一下 比如這個是做起來 然後我把它建立群組再轉為圓件 用滑鼠右鍵就可以選取的東西 你按滑鼠右鍵就有 建立群組或轉為圓件的功能 轉為圓件以後或是編輯圓件的功能 那你看這個沒有圓件爪 可是我們如果把它顯示圓件爪 有沒有 這一個剛做的這個圓件爪就在這裡 就是說它的一個圓點 那這個人的圓點就在中間 這個在角落 當然你可以改變這個圓點 這個坐標是在中間 這個等一下也會講到 這個圓件爪可以在這裡改 我們再介紹這裡 這個是坐標系統的時候再來說明 好 那這個就是顯示 圓件軸有什麼關係 圓件軸主要是這個圓件 將來你要重複利用 它會插入一個圓件的時候 就是以這個點來做插入的一個圓點動作 那進一步還會再說一方我剛才能夠顯示 因為你如果去編輯它 你就可以看到圓件軸 我點兩下就可以編輯 圓件軸就會出現 這裡這個圓件軸就會出現 好 那第二個東西 我們這裡是設定你 標示尺寸的方式 比如字體的大小還有字型 要多大的字 什麼字體 這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出體啊 傾斜 狀態 角度啊 斜體 出體 出體 還加斜體 那你可以用高度啊 字要多高來做 這個你在做立體字的時候就可以用到 這個是誰 字體的設定部分 然後第二相引出線 就是標註線 比如像這個 看起來像標度一個尺寸 這個就是在定尺寸的標誌 比如定出一個尺寸 就是說你可以去編輯它 然後刷出一個 標誌兩點之間的比例 那這個就是現在是用閉合件軸 你可以把它改成點狀 然後掀起前度幾寸 更新 它就變成點狀 那這個是對齊的方式 就看是要對齊外部 還是對齊中間 上面 更新 掀起然後更新 你可以有的用箭頭 有的用點狀 可以透過掀起前部尺寸 或是單等掀起尺寸 來做一個換的動作 或是對齊螢幕啊 有沒有它就是呈現水平的狀態 我們如果在標示一個 垂圾的尺寸 它還是跟畫面做水平的狀態 那如果對齊起水平的狀態 那如果對齊起水平的狀態 它就會呈現在上面跟水平的狀態 或是中間 或是下面 或是外面 大概這邊 好 這是幾尺寸的設定 那文字的設定也是同樣的 字型啊 文物上有解釋的 要用什麼文字啊 引出就引線啊 引線的文字的大小啊 然後引出線的 墊頭狀態啊 引出線的圖釘 或是低圖檢視的方式 這幾樣一個一個去示範就知道 第四個就是地理位置 那SketchUp 因為是Google公司開發 後來它併購的一個軟體 所以它現在已經可以透過Google Earth 去做一個設計 或是把街景抓進來利用 所以如果你去新增你的地理位置 它還可以以實際的時間狀態 去模擬日照正確的角度 好 第五個 這個信用 其實也不是什麼信 就是說 它是指這個版權嘛 就是說誰在畫這張圖 你可以說我作者是誰 跟你版權登記的時候 那個名稱可能有關係 那動畫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是動畫的一些小設定 比如場景轉換 它在新增很多場景的時候 要跳到另外一個場景 每一個場景你要準備讓它跑幾秒鐘 所以比如你十個場景 我要跑三分鐘 等於要180秒 可是你只有十個場景 那一個就要跑18秒 就是在這裡去設定 那場景的延遲就是 一個畫面轉到另外一個畫面 它中間有 如果你不改這個 它會停頓一秒以後 再跳到另外一個畫面 開始跑動畫 那你如果要讓你整個動畫 是連續性的 就要把這裡的零 改成零秒 一改成零秒 一秒改成零秒 它這個連續 就不會停頓了 那這個部分 等到講動畫的時候 還會再交什麼去設定 它統計資訊 就是說 目前你畫的這個圖 目前有多少資料 有線 有面 有多少 然後原件有幾個 的資訊 然後有的時候 你覺得圖會當掉 就必須去修正 透過這裡有一個修正問題 把它修正 然後它如果有問題 它就會自動修正 然後有一些增加出來 圖層沒有用的 可以透過這裡把它清除 像我們這裡 看 因為我還沒有畫圖 所以我異色圖層都還沒有 可是我這裡如果把它清除 包括沒有用的圓件 沒有用的圖層 它就會刪除掉 有沒有 這裡就刪除掉 那單位這裡 比較重要 就是說 我們一般用公字 就是用小數 這裡有公分 公里 公尺 我們公分的話 就是0.0 那精確度 用一位數的小數點 或兩位數都可以 那長度 啟用長度挪影 這個一般 你裝好它會打勾 可是這樣有的時候 如果它這個太小 0.1公分 你抓點 常常會抓錯 所以我一般我會把啟用長度挪影 這個 關閉 然後 這個顯示單位格式把它打勾 它 異色應該是沒有打勾 那因為你這個打勾比如好 你注意看這裡 測量這邊 我如果畫一條線 它就會有單位 有沒有 就會有單位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確認你是 畫正確的單位 那精確度這裡不用改 就是每次你要行短角度 它會固定15度去做行短 轉一下 你可能 就可以看到它是15度的倍數這樣 那檔案的部分 就是說 目前這個 因為還沒有儲存過 所以這裡沒有 如果你有儲存過 它會有儲存在哪裡的 直線 位置 那對齊黏貼 這個一般用內設就好 好 內設 這個可以設定自動 可以設定 你可以設定 對齊任何面 然後 英明要不要開 這個是在做 研件的時候會用到 那 繪製的部分 就是說 要不用 要不要用消除記詞 的狀態 可是 用消除記詞 會感到 會讓你的圖看起來 比較漂亮 可是 速度會併默 有的時候 如果你用消除記詞 的時候 好起來 不順利 你就把它停用 好 那這是指模型 知性的 的一個 設定的狀態 所以有兩個 一個在視窗裡面的 偏好設定 一個是在 檢視裡面的 一個是在 檢視動畫裡面的設定 開出來 就是這一個 好 那目前是這一個 那工具列跟 功能表列 大概 先介紹到這裡 就是說 你還如果要開其他的視窗 跟誰都可以開 那要開 工具列按鈕 這一些功能表 就是從 檢視工具列 這個打工 來選擇 就先 工具 功能表列跟 工具列跟 簡單的 環境設定 還有 偏好設定 就這樣 做一個說明 對 的 是 有 是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